hello 大家好 我是十三 一个暗眼花的人 大家还记得这个三角梅老端吗 当时我们是广东一个老兄弟给我搞的 有些本来说以前我可能上过一个视频 但是后来有讽刺说 问我这颗死还是活 所以说我想给大家上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死还是活 这个我都打过顶了 打过顶 大家可以细来看它一下 打过顶它已经萌发侧牙出来了 打过顶 这些都是我们打顶 打顶以后萌发的侧牙 这个桩子它营养非常充足 它长起来的结穗 这个枝条都在0.5到1公分 1公分非常粗壮 这个时候因为温度高了 我们可以修剪 把它这个给它剪掉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造型 因为它本身这个老桩 它就是有这样一个形 所以说我们现在修剪就是 来干嘛 来给它创造峰枝 让它到时候有个花量 那么再来 塑造的形 本身我觉得这颗形的话 对我来讲 它已经是有形了 有形了 所以说我们这样修剪就行了 像这样的桩子 它的成活率100%不用讲 剪造的老桩 挖回来 这个大概是一个多月吧 我收到以后一个多月种下去 也没正儿八经给大家上过视频 今天我们正儿八经上个视频 十几公分的粗度 霜感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下面有十几公分 上来这里也有十几公分 这里七八公分肯定是有的 七八公分有的 像我们 修剪完以后 像 如果大太阳出来 大太阳出来 这个可能还会垂头 像这种情况都可以垂头 但不要紧 垂头不要紧 到了晚上 它头又会抬起来 它下面 我不用拔 它下面都生根了 也没必要拔给大家看了 所以说这个桩是100%成活了 后续 我们还会继续给花友们跟踪这个视频 所以说花友们问这个 三点为老桩 我们什么时候种好 冲天 夏天 只要温度25度30度 都没问题 随便冲下去 像这个土 我再讲一下 土我们就是用的普通的沙土 普通沙土没有什么好土 没有什么好土 像这些到时候 这些峰枝少一点修剪的 创造出了峰枝 很快 今年 不用讲了 这棵今年就会有花看 并且今年可能还会花很多 因为它也是个情话品种 四季红 童安红 也是水红 总之反正这个品种 我觉得是我们这边最多 也是最优秀 开花最清 最好养 长得最快的一个品种 所以说大家们想玩这个老桩 我觉得老桩还是要比这个 盆栽玩的有味道 随着我彭在野淘汰了一些 逐渐转下了老桩 老桩完了不少 以后我们要细细慢慢给大家看这些老桩 好了 今天视频我们分享到这边 我是十三 我是十三